各地iPhone XS价格有高低,每日苹果香港近千元却是烟割版。 苹果iPhone XS,iPhone XS Next,iPhone XR,电筒,Apple Watch Series 4,在昨日,13日,凌晨举行的,Apple发布会,Gather Round中正式登场,今天开始接受订购, 但全球各地的iPhone XS系列售价,原来有差异。 香港01以数个港人长大方的地区,在其苹果官网按周四,13日,的汇率格价,发现美国发售iPhone XS系列的价格,比香港便宜最多超过1000元, 而日本的iPhone XR系列比香港便宜最多超过600元。 相反,香港学生留学热点英国在三款iPhone价格上都比香港售价贵,其中iPhone XS Max 512,Gb更贵超过2300元。 不过要留意的是,在这些地方购买的iPhone XS系列,很可能是缺少一项重要新功能的阉割版。 美版iPhone XS Max 7 区中最平,微部支援双实体SIM卡。 苹果今次共发布四款新产品,包括为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R以及Apple Watch Series 4。 而苹果官方网站上显示的iPhone XS,iPhone XS Max及iPhone XR,分别以港元8599,起,9499,起,及6499。 起的定价开卖,其价格并未有像早前市场期望一样,在定价上做大幅下调。 香港01记者将本港三款新iPhone价格与数个港人旅游、留学热点, 包括内地、日本、台湾、美国、英国以及澳洲进行价格比对。 按照周四、13日的汇率计算 发现美国与整个iPhone XS Max系列的价格上都比香港便宜 更是7个地区中售价最低 而三个容量分别较香港便宜874元至1717元不等 然而,外地iPhone XS系列价格或许较香港便宜 但却可能是阉割版 今次XS系列的其中一大卖点是部分地区 包括香港、内地出售的XS Max、XR手机 会支援两张实体SIM卡的双卡双待 为美国版手机的双卡双待 其实只支援一张实体SIM加一张虚拟SIM 日本版的规格亦一样 又需要去外地卖机的消费者要留意 美国与整个iPhone XS Max系列的价格上都比香港便宜 三个容量分别较香港便宜874元至1717元不等 以上图表价格根据9月13日汇率计算 日本新iPhone整体苹果香港 英国七区中最贵 至于不少香港经常到访的日本 其iPhone XR在整个系列上一屏绝7个地区 三个容量64GB256GB512GB在未继顺项的价格上 分别比香港便宜由505元至631元不等 而日本地区于iPhone XS的64GB价格上 亦为七个地区中最便宜 价钱约为港元期间943元 比香港便宜接近700元 日本在整个iPhone XR系列上一屏绝7个地区 分别比香港便宜由505元至631元不等 以上图表价格根据9月13日汇率计算 此外香港学生的留学热点英国 在三款新iPhone价格上都成为七个地区中最贵 以iPhone XS Max 512GB为例 根据周四13日英镑汇率与港元价格对比 其售价竟然相比香港售价贵约2329元 要价达14828港元 而英国苹果官网上的iPhone XS 512GB 兑换港元后利较香港贵约2205元 整体售价比香港贵约1165港元至2329港元不等 英国在三款新iPhone价格上都成为七个地区中最贵 整体售价比香港贵约1165港元至2329港元不等 以上图表价格根据9月13日汇率计算